农委会领悟局日前提出森林限制采罚补偿计划草案 提供每年每公顷新台币2万元作为补偿额度 而每个人补偿上线5公顷已经报请行政运来审核 李陶生将原住民道路以及部落周边的森林纳入补偿范围 第一阶段优先推动2.4万公顷每年需要4.8亿 四年共需要的经费约20亿 但反观始终卡在朝野协商 无法三读通过的原住民保留递进罚补偿 及造林回馈条例草案 始终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 立委剑东民质询室表达强烈不满 你4年你把它说4年就21亿 你什么启动 15年以后你还是维持在4.8亿啊 我们陆陆续 4.8亿你是要原民会来处理啊 不是不是不是 你现在34点 不是不是这个误会了 原民会12.21亿 离我几21.79亿 这个是指的是属于原住民的部分 是原民会会精管的 钱还是我们在这边 原民会去精管的保留地里面 它来处理 处理的是这些花的程序 发钱的程序 但是这个财政部财务中央还要征集来衡量 我现在是我必须强调的 委员我必须强调的 我非常重视这个案子 而且我在采A方的时候 完全以原住民为优先 委员现在不满意 不过我们要先开始走 那刚刚你讲的也很有道理 如果不限量补偿就开放 开放我们扛发 对 我们来种植啊 对 这个我也可以来考虑 这个我也可以来考虑 这我也讲了 对 不要叫做我们一动 又移送法办 不是 我们要把它评估好 面对立委不满 李陶生说农委会相当重视 也陆续跟原民会来协议 甚至主动扩大范围面积 由原先的1.68万公顷 提高到2.4万公顷 因为现在还在政院审核中 目前没有肯定的答案 所以无法正面答复 而林务局的林务发展及造林基金 今年仍有40亿的盈余 用在奖励造林 全民造林 以及造林辅导等业务 大部分的收入来源 来自森林游乐区的营收 另外孔文吉认为 应该将这些盈余 运用在原住民保留地的造林补偿 比造平地造林 你领悟造林基金 你就有这个钱了嘛 就有这个钱啊 今天我们是要讲公平正义 平地造林 你可以一公顷 可以补助到240万 原住民的造林 你要限制他们采取 然后20年补助60万 一年补助一公顷 3万块钱 这里面不是有钱吗 关于宪法补偿 我们全案已经报行政院 在国家会审议之中 当审议的时候 他会财政部主技处来讨论 我们也会把林文发展基金 列入考虑的项目 到那时候整体来筹措 各个基金都筹措一点资源 就能够办这个事情 林委局长李陶生强调 限制部分区域的采罚 是为了保护环境 但基于公共利益 而造成的特别牺牲 应该要给予适当的补偿 森林限制采罚补偿计划 正在行政院来审查 将原住民保留地 私有林地纳入补偿的对象 记者谈利福大陆 立法院采访报道